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男女戒指戴在不同的手指上寓意和讲究都不同 对女人来说 将戒指戴在左手上代表着对爱人的忠诚 将戒指戴在右手上则是代表着对自己的祝福 一 拇指戴戒指 女人把戒指戴在拇指上比较少见 但有时候也会见到这样的戴法 喜欢把戒指戴在拇指上的人 代表着她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而且拇指戴戒指还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对于事业心重的女人来说 拇指戴戒指能让你更快获得成功 二 拇指戴戒指 喜欢把戒指戴在拇指上的女人通常都处在热恋期 而且她们的性格比较活泼 崇尚自由 享受生活 有敏锐的时尚品味 三 中指戴戒指 中指戴戒指的女人通常已经订婚了 这个手指戴戒指表示女人想要稳定的生活了 四 无名指戴戒指 传说无名指和心脏是相连的 无名指的位置很神圣 结婚的两个人会把戒指戴在彼此的无名指上 代表着希望和自己爱的人永不分离 一生一世在一起 五 小拇指戴戒指 小拇指戴戒指的女人都自戴一种神秘的气场 这个手指上戴戒指能给女人增加特别的魅力和独立的气场 让她们格外迷人 男人除了婚戒指外 戴戒指的地方其实不多 不过每个手指都有着不同的寓意 而且一般男人戴戒指都会戴在左手上 一 大拇指戴戒指 把戒指戴在大拇指上 能够帮助给你的事业助孕 让你更快地完成你的心愿 从而迈向成功之路 二 食指戴戒指 喜欢把戒指戴在食指上的男人 性格都比较开朗独立 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这种性格的人最适合从事自由职业 也很适合自主创业 三 终止戴戒指 终止戴戒指的男人性格比较跳脱 对事情会有自己独特的灵感 而且性格都很开朗洒脱 很有自己的魅力 异性缘很好 这种男人很适合头脑风暴类型的工作 四 无名指戴戒指 相传无名指与心脏相连 戴在这个手指上的戒指 最适合承载爱情的神圣誓言 而且无名指上戴戒指 可以按摩这根手指上的重要穴道 可以舒缓情绪 缓解紧张 五 小拇指戴戒指 小拇指上面戴戒指 非常有时尚感 尤其是男人戴 还有一种性感的味道 很适合从事时尚行业的男人戴 同时 小拇指上戴戒指 能给自己带来意外好运 那么戴戒指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戴食指上的戒指 要求有立体感的造型 戴中指上的戒指 要求大气有重量感的造型 戴无名指的戒指 要求适合的正统造型 戴小指上的戒指 要求适合可爱秀气的造型 手指修长 适合宽容和有体积感的戒指 肥胖的手 适合戴螺旋造型的戒指 这样能使手指稍显纤细 短粗型手 可选择流线造型的戒指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